大家好,宝藏博主五环君又来了 望着手里两块钱的龙虎山泉 五环君又陷入了沉思 大自然的搬运工 做着两块钱饮用水生意的龙虎山泉 居然真的要在港交所预备IPO了 光是简简单单上市也就算了 见过近身出户的五环君 还是第一次见到近身上市的 这是要空手掏白狼 做资本的迪士流 一毛不拔的去割韭菜了吗 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朕不知道的 其实啊 2008年龙虎山泉的上市消息就开始有了 出现频率大概与下周回国的贾跃亭不相上下 龙虎山泉的上市历程 基本上完美的诠释了 炒作一直爽 一直炒作一直爽 创始人中山泉还曾经说过 我们不缺钱不缺要上司 但他却和他的龙虎山泉 在这近十年里 将上市这件事的影响力最大化 不断的放出消息在辟谣 六喉手段之娴熟 堪称资本市场的美猴王 也正验证了老总中山泉所说的 企业不会炒作就是木乃伊 本期视频武幻君就和大家聊一聊 铁公鸡龙虎山泉为何现在要晋升上市 以及为何说龙虎山泉就是一个铁公鸡 先和大家解释一下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 4月29日 龙虎山泉向港交所递交了IPO照顾书 预期集资最多10亿美金 约合70多亿人民币 这一个大公司上市 募集70多亿资金好像也没有什么 但是你仔细品他们的照顾书 叫他铁公鸡也不为过 龙虎山泉在2017年到2019年这三年之间 净赚了119.52亿元 分红却给分了103.32亿 而创始人周闪闪拿了90亿元 闪闪这套路是不是有点熟悉 把年轻人套牢的小米 雷布斯在上市之前也是这波操作 有好奇的小朋友就要问了 公司赚上的钱都要被分完了 没有什么钱的搬运工 龙虎山泉要去上市 证监会怎么能同意呢 这就不得不提一下 龙虎山泉的骚操作了 公司的钱虽然分完了 但可以借钱 这不就是靠着向银行借到的22亿 才跑去港交所申请上市的吗 反正广大韭菜和谣接盘的股东们 想拿到之前赚的钱 那是不可能的 但你还别说 令人窒息的操作 却丝毫未能影响 大家对于龙虎山泉的上市期待 这波 中国版可口可乐 比茅台还会赚钱的说法 已经甚嚣沉上 目前 龙虎山泉的估值已在千亿港元 有更加乐观的人 甚至喊出了1300亿港元的叫价 凭什么 主要还是因为龙虎山泉惊人的盈利能力 2017年到2019年 龙虎山泉分别实现净利润 33.86亿元 36.12亿元 和49.54亿元 三年合计下来 龙虎山泉净赚了119.52亿元 比康师傅统一这两个个量 加起来还要多 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这哪里是搬运工 分明是印钞机啊 其实啊 这个公司60%的毛利润 都来自于包装饮用水业务 也就是龙虎山泉 其中包装饮用水毛利润 在17年和19年都达到了60% 也就是说 两块钱一瓶的龙虎山泉 要赚一块二毛钱 简直就是暴利 这赚钱的能力 直追巨头可口可乐了 在食品饮料行业 除了贵州茅台 五两叶等白酒企业之外 就连行业龙头伊利 都要甘拜下风 作为伊利股份最核心的产品 液体乳的毛利润 也仅为35.2% 远低于龙虎山泉的核心产品 包装饮用水的毛利润 远比一瓶牛奶赚的还要多 这也是为何 龙虎山泉有勇气 尽神跑去上市了 龙虎山泉到底为什么如此赚钱呢 首先要说一下整个市场环境 2019年中国软饮市场规模 已经达到了9914亿元 其中包装饮用水 也就是软饮料中最大的一个品类 市场规模就已经达到了 2017亿元 而龙虎山泉 便是整个包装饮用水市场的扛把子 青山资本的研究报告也显示 在瓶装水行业 从2012年到2019年这8年里 龙虎山泉都保持着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 高达26%的市占率 其后是宜宝 百岁山 康师傅 娃哈哈 与第二名宜宝的差距快多了一个娃哈哈 此外 龙虎山泉最大的成本不是水 而是包装 也就是说 龙虎山泉搬运的不是水 而是我们用到的瓶子 换水水在里面去 不要运回来 运进去 它的整个成本就是瓶子 瓶子里面的塑料 把进去吹瓶 拿的是这样子的 以2019年为例 龙虎山泉的原材料 包括用于生产产品平身的PET 以及糖 果汁等 不过单PET 就占到了销售成本的31.6% 但眼下 却恰逢PET原材料 国际原油的价格 处在低谷的时刻 国际原油的价格 自2020年2月以来大幅下跌 导致PET的价格一同下跌 这样一来 成本又得往下跌 每卖一瓶水 看起来赚大可就不止一块二毛钱了 龙虎山泉 今年的净利润逐年攀升 而成本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压缩了 它能不在自己最壮年的时候跑去圈钱吗 至于龙虎山泉的毛利 为什么高出同行如此多 主要还是归功于水源 龙虎山泉 从成立开始就布局水源地 如今 十大水源地已经成为其企业的招牌 直接灌张的地表水 只需要将水用管道送到工厂里 加工工序也非常的简单 灌张的水 虽然需要签开采权 但一般20年或者30年的开采权 会以资金签完 按照无形资产 摊销到每一瓶水上的成本 微乎其微 这还只是饮用水 龙虎山泉旗下还包括各种茶饮料 功能饮料 以及果汁饮料等 按照2019年的零售额来计算 龙虎山泉在茶饮料 功能饮料 以及果汁饮料的市场份额 均居于中国市场前三位 今年已经正式善入了咖啡市场 目前 龙虎山泉的咖啡系列产品 有望投放在便利店渠道的 线模咖啡机和急饮咖啡产品 以及今年推出的瓜尔咖啡系列 五环军打开手机 抢了一杯瑞幸压了压惊 民族之光瑞幸 已经把各自卫韭菜的精神 发挥得淋漓尽致 铁公鸡 龙虎山泉又能否继承一波 这得看闪闪和资本的表现了 这期视频就讲到这里 大家还想了解哪些公司 三连关注一波 下期我带大家安排